學童在場上奮力演出傳統舞蹈 搭配嘹亮的閃音及打擊樂伴奏 展現排灣族傳統舞蹈的特色 今年的全國民俗舞蹈比賽 台東縣借打國小睽違四年 再次闖進全國賽 並獲得特優的耀眼成績 很光榮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很久沒有去比賽了 然後拿到很好的成績 很開心 幫忙男生他們 我們唱歌然後他們就跳舞這樣 我們跳的是 就是百步蛇變成雄音 然後在空中飛翔 借打國小校長表示 這次表演的內容 以舞步鋪成百步蛇羽毛變雄音的 排灣族神話故事 搭配傳統音樂展現 強而有力的節奏跟舞蹈 希望透過傳統故事舞蹈的展演 讓學生更加了解 自己的傳統文化 舞蹈不只在肢體動作上的表達 更可貴的是藉由這樣一個舞蹈的鋪陳演出展演 讓孩子們知道他們自己組裡面的原本原來的一些文化 台湖縣府表示 孩子們經過一場又一場的練習 才成就台上的表現 將自己的文化傳承實踐在教育場域 希望透過多元的學習管道 讓孩子試探興趣 啟發多方面潛能及專長的教育環境 原始新聞護局台東驚風採訪報導 - 台東驚風採訪報導 - 台東驚風採訪報導